我們主辦單位加入青年發展署外交部還有各部會的規定 以及現場所有的青年朋友們大交午安 大家好 好 大家有點小聲耶 大家好 好 好 這到今天非常的開心 也歡迎大家今天一起來參與我們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會桃園的場次 那希望使用了今天我們主辦單位進行安排的內容 可以一些使用的資訊都能讓大家收入滿滿滿載無歸 好 那麼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邀請到的是我們的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的張進隆 張專偉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目前一些對家打工推動的一些資訊跟情況 請大家特別掌聲歡迎 謝謝各位桃園的青年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剛剛我們節目主持人說我們精心安排了這個節目 那前面呢本來我們有教育部的長官要致辭 還有說我們外交部也要致辭 但是我們今天也精心不安排了支持 那不支持呢我想這個時間等下多留給我們的外國的一些處罰的這些官員 也多留給我們曾經去過度假打工地方的這些年輕的朋友 把他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不支持啊 我只是上來做個假動作而已 下來這個不支持 我想說還是要這個請教我們這個青年朋友 為什麼今天你要來 然後有沒有特別的這個想法要去護駕打 我們請問這位同學 因為為什麼要去想這個到這個地方來提護駕打工學來會 那你有沒有特定想去哪個國家 英國 英國 很好 那我再想請問那個 這位同學 我看你聰明的樣子 那個你知道今天陸駕打工學會不會拿一些這個 這個部會的那些單位來協助大家 來服務大家 教育部 好 教育部 OK 還有呢 還有呢 阿坤 還收起來了 有教育部 有外交部 有勞動部 有金管理會 有這個 僑務委員會 還有這個 法務部 不過有些部會今天是沒有來 可是我們服務大家的 那個 這個 做法 還有我們的這個 募動 都 公司理智 好 那 外交部的部分 今天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這個 我們對青年朋友做了什麼 那其實在我們在跟剛剛的所說的 跟其他的 機關 教育部官等等 我們都有合作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做個報告 為什麼我們講一下這個 這個 度假打工 這個度假打工 在我們設定裡面 是以 度假為主 打工為服 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勵我們的年輕人出國的時候 能夠深度的去體驗 異國的文化 那什麼叫做深度體驗異國的文化 有的人出國去 他可能就是走馬看花 隨便看一看 不過就我自己的觀點 如果各位未來 到了像 剛剛同學說要到英國去 英國是一個充滿文化 富有高文化的一個國家 可以好好觀察 那怎麼樣做一個宏觀的觀察 一個國家的文化 基本上把它分成了 最核心的一部分 人 他們在當地人的想法是什麼 衍生出來的制度 一個層次 最外面會有一個產生一種 他用了什麼東西 他做了什麼東西 如果各位從宏觀的角度去觀察 是三個 慢慢就會有高空的體驗 除了你在做打工 打工這個工作之外 出去旅遊 一定是從這三個先做的觀察 我舉例而言 你今天你如果說是一個外國人 坐了飛機 下了這個 桃園機場出來之後 你沿路 看到我們台灣的房子 外面都交了鐵窗 請問 這位民主委員 你第一個想的是什麼 你是 你是工作人員 那我們問這位 這位你看起來不太像工作人員 也是嗎 也是 也是 那你會想到什麼 你知道我點醜 就罷你了 阿娜罷 階級 階級很醜 還有我們其他的思考 工作人員嗎 可能自然不好 要公平 對啊 我跟他挺緊的 如果說我今天有看到鐵窗的話 我第一個想要說 這裡的人為什麼都把自己關起來 會封起來 是不是治安不好 對不對 這個東西在我們自己生活這個環境裡沒有體會 你只會想要說那個安全最近已經發生安全問題 就是說好 現在這個發生落災可能跑不出去 你沒有想到說可能外國的第一個眼鏡 腦袋裡面所想到的就是這個地方自然不好 市場環境沒有那麼自然不好 可是當初還是會有這種習慣用鐵窗 那後來有個人他心裡面會想說那我可以幫他加出去一點點 弄個空間 種花、種樹、種花 這是另外一種心態 所以我想說可以從器物裡面去想到那裡的人是什麼 這種啊 我們自己住在這個家裡面用鐵窗嘛 住久也不習慣哦 我上一天的時候會派到美國去 美國在那邊住了六點 第一天我們到了我們租的房子 一進去我太太很不習慣 後面是草皮 沒有鐵窗 沒有鐵窗 什麼都沒有 那 你就會想到為什麼他通通都沒有 那我太太會怕 我說欸住這樣好可怕 也沒有鐵窗沒有什麼 整個社區沒有人為鐵窗和那個鐵窗的 都是這樣 到了很多的地方都是這樣 我在喬治亞洲 我想其他有去過美國的 別的州的應該有的是如此 都是一天六有的 在家裡面有院子做yard work 等等 那為什麼呢 沒有人敢破窗而入 那這裡面就涉及他的支度了 他的法律支度對破窗而入的人 是怎麼樣的一種 想法 怎麼樣的處理 好 這個是從房子來看 那我們如果到那個地方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看國家 萬里長城 各位 有沒有 萬里長城有聽過哦 萬里長城是拿來做什麼 萬里長城是拿來做defense 只是防止人家打進來 跟鐵窗的感覺很像 對不對 可是呢 在秦朝的時候 蓋這個萬里長城 同一個時間 在羅馬 各位聽過 迢迢大陸通羅馬沒有 迢迢大陸通羅馬 也就是迢迢大陸出羅馬 你沒有聽窗 沒有圍牆 他四處在教育 這裡面會反映出一個myself 一個 我們這個民族裡面的myself是什麼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 他們講說海納白川 你沒有人來大陸 這是我們講出來的 可是人家是做什麼 一直在教育 那個 萬里長當然有 有人不同的見解 講說萬里長很事實上拿來是控制 裡面人要跑出去的 我是比較不贊同這種見解 因為有出西域的 也有到這個從泉州到哪裡走海線出去的 那是控制的路 但是基本上他打的 他是蓋的是一個萬城市的房子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說 那個時代他的軍事制度是怎麼樣 那到底他的軍力是比 匈牧牆還是南弱 那後面就想產生這種腦筋 所以這基本上我剛剛講到這個深度旅遊 深度體驗異國的文化 我舉這個例子從家裡面的鐵窗 有沒有鐵窗到長城到羅馬 各位可以做一個思考 我提供這個架構給各位參考 從思想 從制度 到從習慣 外層到內層 各位可以慢慢去思考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麼 通常部價打工呢 我們是鼓勵說大概三到六個月 那給自己資助餘費 那能夠我這個也借這個時間去進修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 這個 跟外國政府簽股價打工 最主要的一個用意 希望我們的青年 透過這樣的交流 自我成長 那麼前一陣子啊 上個月 上個月自由時報報了一篇報道 我跟各位分享這篇文章 也分享這個人 我跟他不認識 但是我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有一點這個很羨慕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出去 那我想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旅遊紀念 獲得人生成長紀念的一個好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自由時報報道 上個月7月15號說 一個女作是窮遊世界 這個窮不是說很窮的窮而已啊 窮是遨遊那種意思啊 六年 六年走遍了33個國家 他說呢 那這個女孩子呢 這個莊小姐 他以搭便車 睡沙發 還有這個搭帳棚的這個方式 走遍了三大州33個國家 擁有六張以上的專業證照 他利用他的專業證照 平時從事搬運工作 還擁有華語的師資 然後去做領隊啊 挑酒師啊等等 那他藉著他這樣子的 這個工作的這個能力 然後四處去打工 但是他打工的過程裡面 那一太也提到了 他說啊 與其當有風險 他也曾經多次歷經生死的關頭 曾經遭遇搶奸 抗傷 溺水 重傳意外 甚至被囚禁 他媽今天是說得起啊 所幸都能自取獲救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麼樣自取獲救了 沒有不認識他 希望下次我們主辦單位有機會 可以說不定可以跟他聯絡看看 他是不是那個這個 有了這個對抗工簽證之後 遇到了很多這個經歷 可以請他來分享 那麼但是他後面做了一個結論 他說啊 他回來以後 你看走這麼多的國家 他回來以後 他說 發現台灣如此美麗 民主自由 教育普及 富有人行為 便利生活 還最重要是 他還帶了一個活動廚房 他的男朋友是一個外型廚師 然後水漫 回到台灣的感覺特別的美好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這個度假打工 他應該也算是度假打工的例子啦 有沒有申請到度假打工簽證 然後是去其他國家去 這個我們還沒有研究 但是它是一個好例子 拿出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另外呢 我們現在度假打工的國家 從英國93年開始 我們開始跟這個其他外國政府 簽署度假打工的協議 就剛剛講的 希望你們能夠出去 93年開始簽 簽到現在 到這個這個月 法國開始生效了 一共現在有15個國家 各位當時有人要去英國的 可以可以到韓國去 然後到加拿大 到紐西蘭 澳大利亞 到這些地方去 一共有15個國家 現在15個了 那大部分是在歐洲啦 那亞洲的話是有澳大利亞 日本 韓國 紐西蘭 這幾個國家 韓國有 剛剛講過了 那麼 最重要就是說 有一些名額 它給我們一些名額 其中以澳大利亞 它是沒有限制的 澳洲是對我們沒有這個名額限制 那日本的話本來是2000 那因為我們 隔7年出國去 打工品質不錯 人家說 禮拜禮拜 給我們加到5000 那加拿大本來好像是600 還是700 也加到1000 慢慢我們就跟人家在談 希望能夠多給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 一點機會 然後通通的 可以到這些國家去 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去 這是一個互惠的協議 就是說 好 你給我多少米 我給你多少米 可是台灣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提供你 那麼多的米 那有時候 未來可能人家會檢討 是不是 但是 我還要給你這麼多米 我目前還好 有這個誤會 這是一個誤會 我們現在就是鼓勵 外國的 年輕朋友到台灣來 做度假打工 可是 機會沒有向外國政府給我們這麼多的事 好 那年齡的話呢 現在我們講三十而立 你十八歲開始出去打工 度假 然後 到三十歲回來 大概各國政府都是有這樣的思考 那 有一部分政府 只給我們可以到三十五歲 那度假打工的簽證 都會 領到之後 特別要注意到 他能夠有拘留 停留的期間 年限 不一定 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兩年 所以這些都要注意 要出去的時候要評估好 那 不要把人生最寶貴的那個光陰 浪費太多 再來 我們就提到這個度假打工 我們外交部 在今年五月開始建置了一個 青年度假打工的這個網站 如果你打這個外交部的 這個網頁 進去搜尋 或者Google一下 或是打這個這個 TripleW Use Taiwan Networking Holiday 打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進去看這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是一戰之服 它很好 它裡面應該有的資訊 跟其他機關 裡面有的資訊 都 基本上都有 那今天教育部也 編了一個手冊 裡面的資訊 裡面應該也可以提供到 那各位看一下 除了 我們外交部那個主網頁 之外呢 在比較受歡迎的 度假打工國家 現在前五名 齁 是紐西蘭 澳洲 加拿大 日本和英國 這五個國家 我有代表處在這邊 他們的代表處 在我們的代表處 它同樣也設了這個 Facebook的粉絲專頁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同仁做互動 回到剛剛我講的那個網頁裡面 最重要的我想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開始建立了一些申訴的機制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 度假打工你出去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譬如說部主對你的剝削 那你要怎麼樣申請這個申訴 我們在這個裡面有很清楚的流程 如果你看一下進來以後 點這個申訴專區 然後進來 譬如說我選澳大利 我選澳洲 那澳洲你可以第一步你看 澳洲它有一個專門的機構 我們今天有澳洲工會的廖先生 他等一下會跟各位做介紹 他有這個平等工作 平等工作檢查署 那你可以拨打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接著你申訴人 可以先跟他交涉協調 如果交涉不成的話 可以向這個FWOT 可以交這個申訴書等等 這個流程一人一人就講出來 那在其他國家 也是有類似的這個流程 我們鼓勵大家多多上去先瀏覽 出去之前先瀏覽 那我再要附帶一提的就是說 這個申訴啊 我們有做了兩個指量 這個是外國政府 如果假設你到不外區的時候 你怎麼很尋求外國政府協助 外國組織協助的這個流程 另外 我們跟勞動部 勞動部今天 有一個科長他也來 那如果等一下各位有什麼問題也提出來 勞動部這邊也有提供 國內仲介 如果假設你這個仲介 你想查詢這個仲介好或不好 有沒有不良紀錄的話 也可以到勞動部的那個網站裡面去 直接去搜尋他的那個結果 好 那麼另外呢 我們現在講說你要去出於 顧駕打工對不對 有時候國家很大的要開車啊 那我們盡量 我們外國跟這個 外國的這個政府或地區 達成這個一種駕照 你給我開車這個駕照免事誤會 那現在呢 如果說我們 總共有93個國家 或者是地區 像美國要是所有的州 但不是所有的州 這五個地區 有的是國家 現在一共有93個國家 或者地區 提供我們這個免事 辦照的這個服務 那如果說各位要去做 中國七年都要打工 有七個國家 日本、韓國、比利池、愛蘭、斯洛伐克、波蘭和法國 這七個國家 澳洲八個地區 加上八個省 這些你都可以申請這個免事換照 那現在我要提到就是說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 出去做七年 度假打工也好 去旅遊也好 交通意外 是最常發生 我們幾乎 每天外國都會有電報報回來 在交通上面 有多人 需要協助這個發生意外 或是 或怎麼樣 等等 那這個交通意外其實每天都有 那因為我們現在 度假打工 做了這十幾年下來 一共有20萬個人 20萬個人是 曾經出去度假打工 每一年 有2萬5千人左右 在這個度假打工地區 所以他發生這個交通意外的機率 事實上是很高 那麼我們來拿這個澳洲 有一個case 同事選了這個例子 他是說我們自己的 度假打工七年出去以後 他想去休假 結果他找了 他找了這個 他的同伴 其實是我們台灣的國人 那要出去以後 但自然開車到不小心 不小心的時候 他就翻覆了 翻覆然後造成一死一傷 可是問題是在這個車禍 這個不信的信息 就是外國政府對於你 開車造勢租車後 他還要在調查 到底你有沒有故意 做這種行為 人家都還要在調查很仔細 所以這個駕駛被當地警察 先控 就是先報警 控以危險駕駛致死罪 並限制處境 那這個問題很嚴重 那結果調查以後 才查無明確證據說 當事人有危險駕駛的犯意 才撤銷報數 法官才宣判當事人被複製 譬如說像澳洲 澳洲這個地方 交通安全 各位 不論你是騎人或開車 都要注意 他開你的路線 方向是跟你相反 所以你過馬路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說 你要看這個車子來的方向 是跟我們相反 同種方向都不一樣 那另外駕車 因為通常我們年輕人 排外駕駛別 國久就要注意 做經驗 就要去打工 休假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特別謹慎 不要說這個 這個開車 有時候聊天 聊一聊 因為本來方向就是相反 你走到圓旁的時候 你可能都不知道要怎麼賺 對不對 所以都要特別小心 開車盡量慢 遵守當地的這個交通規則 那交通以外 我可能都會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在 在非洲 六年的時間 我家裡面 我自己家裡面 就發生了一些刺繳 一次是我太太 載了我的小兒子 很小兒子 然後去接我的老大 老大那時候在 在幼稚園補書 那個非洲路就是 一條路那兩線 一來一五 就聽著準備要轉圍 後面 一個罪鬼 就這樣追蹤 砰 撞 把我那個太太那個 這個 那個特朗普後面 那個行李箱 整個撞撞撞 撞撞 我那個小兒子 那時候很小 坐在那個安全 安全座位裡面 好險沒有事情 就是 就是那個太太 脖子受傷了 那小兒子 沒有什麼事情 那整個那個 那個行李箱撞撞 你這個 這都是意外 這是沒辦法防範 另外我自己 陪著我們大使 去見總統 見總統回來 那駕駛 開著開著 大使下午 那種兩個人坐在後面 就打盾 就打瞌睡 打瞌睡 就覺得那個非洲那種 還有各位 到澳洲也好 到比較寬大的 比較大的一個國家 注意他的企業 那個乾 天氣乾的時候 它雨下雨的時候 那個地面的潮濕 還有那個雨勢 大的雨無法想像 那個時候 這個開車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跟大使兩人 打瞌睡 打瞌睡 我聽到那個雨聲 很大 欸 我就睜開眼睛 我就發現這個駕駛 踩煞車 不知道為什麼踩煞車 它可能開得太快 踩煞車 結果這個煞車 一踩煞車 一踩煞煞車 那個車的 他駕駛在這裡 我們大使坐在左邊 坐在右邊 車子就這樣子翻 翻 前面就翻瀛 那一天要出去的時候 是我大使 我大使就 密了 就是大使跟我講說 欸你不要坐在駕駛旁邊 坐我旁邊 剛好那個位置 這樣子翻的時候 翻瀛 那個 那個車頂到翻爛的地方大概 整個都爛掉 如果我那時候坐在那個位置上面就死定了 結果這個翻 那邊完全是一個奇蹟 我大使叫我坐旁邊我沒有事 可是大使在翻的時候旁邊撞暈 撞到那時候他撞到撞到撞暈 那下個大雨啊 車子這個門都鎖住了 踹出來踹一個車門 大使都暈倒了 翻到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就開始有點 吊著眼淚就這樣 大使大使大使 以為大使發生什麼事情就麻煩了 那後來啊 這個很奇怪 有些事情很奇妙 這個翻車的時候 誒 這個 不久剛好就有個休旅 開個車子 開個車子過來就幫我們接接接 接到最附近 最旁邊一個醫院不是很 不是很大的一個醫院 通常是沒有醫生 那剛剛好呢這個 呃 一下車的時候 我們出去一下車的時候 大使前一個月就捐了那個醫院 個體的醫院不只那一個 那個診座鄉下那個診座 也分到兩張那個 那個佛光的這個輪椅 就剛好就是大使自己捐的輪椅 要對那個佛光的輪椅 在在非洲這個地方 休旅幫我們站到 以後有個佛光輪椅就出來了 然後把大使接進去 大使那不是撞冤了嗎 哎 有個寫啊 哎 本來沒有醫生的 剛好有個醫生啊 就是從 首都那個 那個地方 大陸翻車的地方開類 就坐在那裡休息休息 就先幫大使做了治療 後來呢 這個總統 他們的總統副派飛機啊 派自動機幫我們站 在往前翻 我看看從山峻里 在往前翻啊 在往前大概十幾公里翻下去 可能就完全都焚身碎 所以這個很多很多這個 這個交通意外 呃 大家 大家都要注意 但是我說翻車這個case 其實是可以防範的 因為 我們的輪胎 在那個時候那個輪胎 已經不是在安全的那個 那個系數裡面了 已經太遠了 那那個路面剛好又很滑 那雨下的很大 一進去 車子就開始打滑 那個駕駛啊 是當地人 他大概不知道 我們怎麼出於這個案子 他馬上就把煞車踩下去 國外才能駕駛這樣子 我一醒來的時候 只看到車子開始大甩 然後就發生了這個case 所以我自己在翻車 當時就整個人都 都呆住 但也沒有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呆住 就呆在哪裡 那 那後來就念了一聲 那個阿彌陀佛 念了阿彌陀佛以後 這車子翻到後 也往樹裡掛住 掛住後來修女就來 修女來幫我們收尋 反正一大堆這個奇蹟 還有那個地方本來192000年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手機都很大 每一個人的手機都很大隻 電話打回大使館也不見得打得通 離大使館大概還有200公里 會做那麼弱後 我都施打看看 欸 打通了 竟然打通了 跟管理員講大概可能翻在什麼地方 他們都在搜尋 後來每一次經過那個地方 我再施打都沒有在通過 那還下雨 我也是覺得這完全都是一個奇蹟 所以交通的這個部分 在我跟各位報六眼在外面 就成績家裡就兩個這個事件 然後每一天你們外報給來 這個騙死數都數不完 所以這個各位如果出去 務必一定要小心 開車一定要小心 謹慎不超速 那也要防範別人 對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會有影響 有些人可能是嗑藥的 你看最近我們的新聞 裡面很多是嗑藥 撞過來弄過血 所以通常很小心 不要有的那個防衛性駕駛 就是常常要看自己 那個趙國際後面的車子 有異狀 這些都要注意 另外不要從事不法 剛剛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也不要從事不法 那個現在問題很嚴重的就是 跨國詐騙 運販物品 和從事簽證 目的不符合行為 這個跨國詐騙 和這個販物本來是 分開的事情 最近的趨勢 我們外國一直在包圍 最近的趨勢是 有人持戶價財物品 被去販賣物品 兼電信詐騙 這個已經都變成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犯罪的一個問題 你看這個 跨國電信詐騙 本來是我們去 這邊的這個年輕人出去 跟大陸人 大陸的年輕人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打電話 騙大陸人 對不對 本來是一個思考問題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 政治問題 高度的一個政治問題 那 每一次我們遇到這種情形 就要想辦法去警覺 你要可以 中國大陸之間 你要怎麼去 能夠 人家送回去 我們趕快要把自己人給 給救回來 那 另外一個問題 例如說像我們菲律賓 菲律賓現在那個總統 新任那個總統 他 他很痛恨那個 販毒 那一販毒 一抓到以後 在菲律賓他就 就槍斃了 他脫去槍斃 事實上不是當場 他不是下一個槍斃 他可能就是 就是請那個 軍警立刻的處理 軍警 這個總統他講說 我要這個 嚴格打擊這個 陸廷犯罪 立刻就把他避掉 所以呢 如果在菲律賓有遇到這種 詐騙和犯毒的情形 尤其犯人 更棘手 那非常的棘手 另外就是說 不要從事 跟簽證目的不符的行為 一般來說 如果說你們出去 度假打工簽證 就是 度假打工簽證 就OK 不要 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大的就是 人家有人 持了一些觀光簽證 然後 這個 去做不法的打工 這種就掛了 那我曾經 那我曾經遇過一個 孩子 也跟各位報告 就是有一個女孩子 她到了 加拿大 去做 度假打工 一年 很高興 她也認識很多 墨西哥的朋友 結果呢 這個女孩子呢 第二年才到了美國去 跟家裡面的親戚啊 就住了一陣子 就要到美國 利用美國的這個 免簽證 我們不是跟美國 現在有 BWP免簽證 的這種 誤會 對 特 優惠嘛 齁 利用這個去美國玩 完一完以後 她就想說 那我來去看我度假打工的 那些朋友 墨西哥 她飛機一坐 就從自加哥 就坐坐坐坐 坐到這個 墨西哥去 結果 她到墨西哥 她不能利用美國的免簽啊 進墨西哥 墨西哥立刻把她拒絕 就是 遣满 原機就遣满 遣满到了 從自加哥她飛去 就遣满到 米亞特蘭達 我以前在他們服務 結果我花了三天時間 在幫她處理 她的這個 PACE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 那我只要跟各位報告 就說 這個簽證 人家給你什麼簽證 你就做什麼事情 這要特別注意 那後面剛剛 像電信詐騙 這個我就不多提了 這個 這孕毒啊 這幾個 簽證 陸地固服 她 這個裡面的例子 跟我剛剛講的 不太一樣 不過 紀委的精神都是一樣 不要 去做這些 不法的 這些行為 那最重要這裡面啊 如果要出去 不要打工 最重要要買 足額的保險 那我們一般來說 旅行平安險 它大概只能有180天而已 如果你要再 你出去 要再延長的話 可能要想辦法 跟班同志講好 我們都會在網路上申請 續保 那全力建築 我們建議是繼續要加保 那氣氛當然就是要 要買缺錢 或者是最好 連第三 這個 強制第三者 這個要保 網路加保這件事情 我們要特別感謝警官會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這幾個部會常常在開會協調 從民國930一開始到現在這麼多年 後來慢慢衍生問題之後 我們各個部會已經開了10次回憶 每一次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要開會進去 當初沒有辦法有這個網路序 那警官會特別去找個受寫工會 然後我們互相協調說明之後 他們現在可以讓你這個在做這個網路架寶 那個保險 如果你保不過 那問題是很大的 有一些 有一些人 我們舉這個例子來看 他說澳洲 我們有一個人去澳洲 攀岩他掉下 摔下來 摔下來以後 摔到那個岩縫裡面 人家把他救出來以後 欸 救出來說 這個比你這個醫藥專機 要用醫藥專機STOP 大概220萬 沒有保險那怎麼辦 沒有保險的話 相關支出就要有當事 還有家屬自行負擔 這個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很很重的 這個 我沒有外放到度假打工的這些地方 不過 各位 人家提供給你度假打工機會 這些國家都是先進國家 先進國家 他的保險費 基本上 呃 他的利藥費都是很貴 像我在美國的時候 跟各位報告 我所聽到 我自己的這個經驗 我聽到有人 這個蜜蜂硬 一定啊 去 急診 你猜不到錢 急診蜜蜂 一個保險 消 消沖這樣 你猜到 好 好 來 點心 謝謝 謝謝 那我幫你講 看一下 你有沒有 去 他們也有所謂的 是嗎 就是 就是 計劊的醫藥費 助理這個 米蜂 第一道 要多少錢 請 接下來 你 要多少錢 3,000 每進3,000 就是台北10萬 接近10萬 我自己啊 這個去造一個 S光門 窯董商 這個去造S光 躺在那個 照S光的地方 就像我們那個 一張紙放在銀記上面 這樣copy 來去 copy一下 copy一下 照三張 出來 2,200萬美金 只照S光 2,200萬美金 但是因為我有保險 所以呢 它cover 90% 那10% 我自己要出 我出了220幾塊美金 另外 S光協會 還恰估我 70幾塊美金 那我同事呢 自己同事呢 這個 盲腸眼 送進去 開盲腸出來 2萬美金 然後我曾經 接過一個 從黃露拉斯 出水洞 出那個水洞 結果 要 雅太太 要轉機 人家拒絕他 再登機了 然後送到 人家叫他 去BG 去檢查 後來醫院 把他打電話給我 因為那個人 不會 不會講中文 不會講英文 後來我去 處理 他說他從早上 到我 借到他出來 只會兩杯果汁而已 他那 有兩杯果汁 恰比他兩百五十塊美金 兩杯果汁 兩百五十塊美金 熱的人不要毛錢 熱的人特別要擠的 然後呢 不要打黑工 這個是 這個說 你去 一定要好好跟屋主簽 簽這個 這個合約 不要不要去打黑工 那我剛剛有提過 如果說這個 從國內出去 有仲介 國內仲介 安排出去的話 你要先上網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不良的紀錄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勞動部那邊聯絡 那另外這幾個例子就是 打工權益 受署的這個情形 這個部分我今天呢 我就不打算多提 因為等一下我那個 青年度要打工 有經驗的朋友 還有郭惟翰他們 他們都會跟你講說 怎麼樣能夠做好的這個申訴 然後他們都可以 用他們經驗幫你們 最後 最後我還跟各位報告就是 我們 外部有個領事事務局 領事事務局就是 幫各位做護照啦 這些那個 這個文件證明的那個 那個 那個機關 他們的網頁裡面 裡面有一個 要故意大家做出國登陸的這個事 出國登陸很重要 你如果說夾得出去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行 有一些資訊 我們要怎麼樣聯絡你 當地如果有火山爆發 那趕快要撤離 我怎麼樣 可以利用出國登陸方式 聯絡上來 那各位如果是登陸的話 他們每一季都抽出實名 幸運得主 裡面還有 有這個 智慧型手機啊 行李箱啊 等等這些獎品 那各位可以好好 這個出國之前 去做這個登陸 好讓你們要聯絡上來 好 那今天的報告 簡單報告在這邊 我想等一下 主要時間 留給我們親眼朋友 還有我們住華機構代表 各位可以利用多一點時間 提一些問題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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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的活動呢 又邀請到三位的親戚朋友 他們已經有到國外去做度假打工的經驗 那待會他們就會一個一個上台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一些親身的經驗 好那首先我們來邀請的是唐小文小姐 她跟我分享他們在加拿大的度假打工經驗 謝謝大家一個掌聲 歡迎小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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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也是希望大家青年朋友都能成為自己夢想的 飛行員勇敢的飛出去圓夢 所以當初選這一個當作狂呼的封面 那這邊小小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2009年到2010年就是在開放度假打工之前 我有先去加拿大打工遊學 然後2010年回到台灣申請了加拿大第一屆的度假打工 那時候名額只有兩百名 後來也增加到七百名 我就是第一屆有申請到的 幸運而其中之一 然後旅遊足跡 我目前總共去了二十個國家 然後大概一百個城市 然後這代表什麼就是存款證明 就是出入境的髒抽 就等於我的存款證明 然後這邊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加拿大處裁判師處沒有太人 我大概介紹一下就是加拿大度假打工的申請資格 那加拿大是度假打工的國家裡面 有三個國家配方到三十五歲 加拿大是其中一個 那就是三十六歲生日以前都可以申請 然後產業證明兩千五百塊 大概是在加拿大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其他就是你沒有 醫生只能申請一次 然後居留時間只能一年 然後它的那個Curban的方案叫做IEC 大家可以上那個 加拿大駐台辦事處的網站去查相關資料 或者是剛剛那個外交部做的那個 青年度假 然後小手冊第六十頁也有詳細的說明 大家一定就是想說 我們出國度假打工要準備一些什麼 我這邊大概列了一些原言 基本都是呈現嘛 因為你出去國外一定想要出去看一看 然後進修英文 以下大來說畢竟它是英語系國家 那你的英文程度好不好 你一定要在那裡打工跟生活 所以你的英文程度一定會跟你找工作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這樣 那另外因為國外看牙醫很貴 所以請大家出國前一定要記得先去檢查牙齒 就是該洗牙的、該補檔 先補一補這樣子 就是牙齒要檢查 那其他什麼台灣手機、費率、鴨、犯假、閉雲 就是找加拿大的住處這樣 然後另外這邊想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說出去我比較清楚 大家可以把護照 不管時間成電子檔或是帶紙本 帶個銀本在身上 就萬一你的證件掉了 你至少還有一個銀本可以做一個基本的根據 就是因為之前在那邊有人調證件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任何證明說 可以證明我的成分或什麼 至少還有一個銀本做一個基本 然後當然可以尋求台北住、加拿大辦事處的協助 然後另外還有換加幣跟換現金的部分 那加幣因為安全討論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限定部分 大概1000到1200左右的加幣現金 就是你抵達的時候 可能要付房租、要付押金 然後買車票 大概基本就夠用 然後其他可以用鋁資的方式 那可是因為鋁資在加拿大來說 它沒有那麼普遍通用 所以它是一定要純淨銀行 然後在現金所來用 所以你們在換加幣現金的時候 我這邊有寫就是建議用大面額 就是一張500塊面額的加幣率值 那這邊想做一下很簡單的加拿大 就是你如果要去加拿大做加拿大公尼 一定要對你要去那一片年的國家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嘛 那臺灣面積這樣 那加拿大面積是臺灣的275倍大 那以面積來說它是全世界地而大 然後人口是只有臺灣的1.5倍多 所以人口異度來說 它那裡的生活環境真的很舒服 那這裡 因為大家如果是要去加拿大做加拿大 一定最關心的就是時薪、生活 那我這裡大概列了幾個 就是大家比較常如果去加拿大做加拿大工 會選擇城市的一些基本時薪 跟那邊的稅率 就是在那邊你買東西都是稅外加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金額 另外比如說第四層 孟哥華的城市來說 就是另外要再加12卡的稅 那時薪大概都是10塊到12塊 那邊基本順便代表的是 基本生活費一個月大概是1000塊加幣 所以也就是說你一個禮拜如果有工作25個小時 就可以cover你的基本生活費 那25個小時之外的 就是你的旅遊基金、shopping經濟 所以其實門檻沒有那麼高 那就像臺灣的food time的工作 是一週40小時 那你就算你其實一週都還有很多 15個小時的實行是你在那裡可以旅遊的經費這樣 那另外要記得就是SIM卡 就是你在工作以前一定要記得去申請 這其實也是一個辨別你打的是黑工還是白工的一個基本的 算是一個依據 因為它類似我們的勞工卡 就是不管雇主要報稅或是你要報稅 你都必須有這一組號碼 ASI under number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所以假設你有去加拿大打工的時候 雇主沒有跟你要這個號碼 或是跟你說他就付獻給你黑跟扣稅 那他可能付給你的薪資會低於法定的基本時薪 那你打的就有可能是黑工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正常是合法工作 護士不一定要報稅 你也到時候也是需要報稅 所以是一定需要這一組號碼 所以大家可以撐好看 到時候可以列列黑工黑工的一個例句 那這邊講一下交通工具 那一樣就是 我之前這個文字 這一次我把他改的圖片 我覺得大家到了加拿大就比較有感覺 這是大概就是加拿大就飛機、火車、公車 還有海上巴士 然後跟Skytrain就是捷運 那另外那個最左下角那個是所有的註冊公司 所以大家註冊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有貝偶要國際驕照 所以出國際也要記得盛行國際驕照 加拿大公共運輸建制的非常完善 其實都還蠻適合我們短期入去 不管是當國際學生然後不是獨家打工人 是不需要一定要有車 因為他就是大城市來說 公共秘書建制的很完善 所以你不管你要移動、旅遊 甚至你在那邊生活、打工 其實公共秘書都已經是非常方便了 也很安全 然後說明等一下 大家觀念可能會覺得 一般都是飛機的旅遊方式費用會是最高的 可是其實在北美來的時候 火車的交通費用比飛機貴 不過因為火車看到的風景 又跟飛機不太遠 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是可以去體驗看看火車的旅遊 那保險 剛剛我們外交部長官有講到保險真的很重要 所以請大家出國 不管健保跟鋁平線 甚至家保當地的保險都一定要保足 因為那邊的醫療很貴 我講一個案子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度假打工的朋友 他只是跌倒下巴 就像我們台灣人沒針手術兩針 就花了960塊加幣 然後拆線的時候還要再付100塊加幣 其實這樣就已經超過一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大概等於25000多塊拆幣吧 就是逢兩針再加拆線兩針 就花了加進25000塊的拆幣 所以醫療很軌大希望大家不要用到 然後可是真的銀行萬一一定要出國 當然要就是一定要保足保險 對自己是一個保障 那另外這裡就是 因為一些時間比較有限 那這是我的Facebook 大家可以加到我的Facebook 如果有任何加拿大打工度假的問題 都可以隨時發訊息給我 那另外一個 我有一個加拿大打工度假的收盤 當然也可以加 那上面有各級的加拿大度假打工的成員 都會很熱心的上面回到一個問題 那大家出發也可以在上面造語 那另外介意一下那個資深背包客處自營的名言 就是出國不是現代 旅行也不是捷徑打工度假 更不是生命的魔術師 那都希望青年朋友能夠勇敢 他出去寫出一篇屬於自己的精彩 那態度一定比任何事都重要 你出去一定不只是代表自己 同時也是一種國民外交代表台灣這樣 希望大家都能出去了 一定要做合法的事 不要做平衡的事情 那這裡分享一些照片 這是我去加拿大黃道正開的極光 然後有去加拿大一定要去看 因為我覺得當時有不容此生的感覺 真的很美 然後那時候車路29度 那這裡還有一個國際武庫日 還有一個踢腳踏車日 這就是台灣比較看不到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然後就是我在語言學校的時候的一些活動的照片 其實還蠻好 可以認識各國的朋友 那這邊是 這是溫哥馬年度的大活動 是統治遊行 其實是很大的加年華揮 大概在每年的七八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夏天的活動真的很多 那就是萬聖節的活動 我們那時候都是當時的打工度假 度假打工的朋友 我們都是化妝跟著他們老外就在街上這樣玩 其實很好玩 萬聖節玩 那冬天就可以去化學 然後看化體店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我要邀請的是 吳嘉俊先生 他跟我分享他的 澳大利陸駕工的經驗 那請大家熱熱掌聲歡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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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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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好像都有很詳細的準備 那面試 說是面試啊 其實也是跟一包麗大媽很輕鬆的聊天 我們聊聊天的時候是在台灣很好吃的 跟對 而且就用英文不就用德文 所以各位朋友其實都太害怕 那我在當地 我在去之前呢 我只上了一個禮拜的很多課 那我去當地之前 我基本上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我只會當地跟髒話而已 就是這樣我就走了 所以既然他語言問題 在英語的國家的人 基本上他的英語水平都還不錯 所以跟英文做溝通是沒有問題的這樣子 那這是阿密歷大部分的 就是大事上的地圖 他是從德國 他又不是修馬利州 因為他又被入國家 所以他的靈國其實是蠻歐文 但我大學會為什麼會選中阿密歷 是因為 就看著他在歐洲 基本上算是一個中心的位置 你要去哪裡 都非常快 非常方便 所以就是還玩還蠻多地方 是真的 然後這是阿密歷大部分的 相信大家對他的佩服陌生 就是阿密歷大部分的音樂制度 他非常的漂亮 那是稍微過了一點點 那先講交通的部分 阿密歷的話 在大城市基本上都有地鐵 就是我們監獄系統 那基本上在歐洲 別的委託很明顯 但是歐洲大部分的國家 都出財信任制 總共信任制 就是你買票 他會有個打卡 類似我們上班打卡機 那種東西 你打 他會有顯示說 你幾個幾套幾天幾分打 但是打了之後 一個小時之內演笑 你要怎麼打 你要從 假設人家中 但只打到板橋 也是定一個價錢 你要從台北商店 打到中間通話 也是一個價錢 這樣子 多謝我們拿台北的捷運 看他們的例子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的意思 它是記憶 但是這是信任制 所以它不會有查票員 也不會有查扣 所以 你 如果你是比較 那個一點的話 你可以賦 但是 都要清楚的知道 無人賦 被隨機的 有查票員查到 那個 那個 懸罰 都是 非常可怕的 像 我在 我 在 內海的小城市 一天之內 被查三、四次 可是我在為他半年 我沒有被查過 所以它完全是隨機的 但是 就是 真的 就是 拜託拜託 因為 就像剛剛前面講說 我出去 跳到台灣 所以 那個查 到時候都會有紀錄 那 它單程的票 買一個小時之內 有效 再為大家看 例子的話 那時候沒有多元 大概 七、八十塊台幣 那 還不便宜 但是 比起查票 真的還非常便宜 那 月票的部分是 50歐元 那 就是 都會關心的 就是就位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它只有換年 所以 這堂的工作 還 說真的有點難少 那 我個人的部分 因為我 本身從事餐廳背景 那我就是 想要去歐洲 學真正的 歐陸的 西探 因為我做西探 歐陸的西探的做法 但是我覺得 我會準備我以前工作 什麼 作品 照片 就一開始寄予力 但是 很多老闆 都會找到很多餐廳 願意不願我 可是 等我去看他面盤之後 我發現 我的先生只有六個月 真的還蠻 他們就 打退盤鼓了 這樣子 然後 剛剛 那個長官有提到說 千萬 不要做黑工 一來 沒有法照 再來也薪水 這是我個人 因為我當初 真的是幾些 以前都過路了 我在 那個 喔 我也看到的時候 我有跟 中 就是 當然 中國人 就是 稍微談了一下 原本 他們給我 是正常工 有保險的 但是 後來我最後兩禮拜 發現說 他們 文件什麼 都有準備 後來才發現 其實我拿的是黑工 就是 我最後兩禮拜 之後 跟老闆 就是 有炒過了 我就離開 後來去做一工 對 然後 這個是 類似我們 台灣健保塔 這就是你有白工的證明 這是 我記得我朋友 這是 你有白工證明 但是 是 像剛剛講過的 在國外看醫 非常的鬼 無論你去看什麼 像我在 澳地做分管治療 就 他說 往三四百塊有點吧 那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 就是 不要申請工作證明的一個項目 我剛忘記講 先來補充一下 你拿到的這張簽證 這張簽證明的 跟澳洲跟小伙伴的會員不太一樣 他只是一個延長的錢 居留錢 他沒有工作效率 你要有工作效率 你必須拿到你的 付照你的簽證 去當地人叫AMS的 的 的機關 去申請他的 工作證 你才能合法工作 不然 如果你沒有付的話 就是沒用 那關於 相信大家對澳洲生活 就是 還蠻熟悉的 就是他們 主要就是 吃冷吃 如果對澳洲吃不習慣的話 其實當地 也有蠻多亞洲超市的 就是 自己主 真的是最美的 那 住宿的部分 我 當初的八月距離 因為我想說 在 當時 應該會有蠻多大學 開學前的 學生宿舍可以分租 我找到的部分 是在 為那 市區 分租大概 300歐元到 400歐元的中間 就是 分租就是 share house 就是你一個 動量被大廳 然後你一個 訂個房間這樣子 大概 300歐元到400歐元 現在還能舒適的 然後 也可以用去交通朋友這樣子 那 所以 交通的部分 既然他的路交通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發達 那其實不便宜 但是 如果要知道 現在歐洲的話 他的機票 有時候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那 有時候 甚至你從你家裡 搭到機場 都還有一點機票 貴 我非常開玩笑 像我看過一張 從客人到下的機票 非五分 只要八塊錢 大概 台幣還三百塊而已 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 火車的部分 就是 將會比較會 對 扎大量的 應該小時候收成 可能就要 五十塊錢歐元 這樣子 那 這是 這個名的菜 它是 一個叫 琴璃壽的東西 這是 這是一個 冰淇淋還要大的 肉排 加上 麻糬燒啊 所以可能肉排 台灣比較好吃 對 你看這個 池真的都好吃 然後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所以各位要想清楚自己 出發前 為什麼要去 去了之後 你能得到什麼 不要只是去 然後 就這樣 混混多多多 過了半年一年 這樣子 我覺得沒有意義 只是浪費錢而已 你要知道你自己 在過的今年 你對你的人生中 有什麼 轉捩點 或是 有用的東西 在處罰 會 叫 事大 那 時間關係 我們 就是必須先結束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包括 歐洲 其他 其他國家 香港地方簽證 我 還有一些 在歐洲的 朋友 可以 就是可以再次一下 因為我這樣子 就是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最後呢 我們還邀請到的是 廖跟廖先生 來跟我分享一下 澳洲的 顧家掌控的經驗 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哈囉 現場各位來賓 還有各部會長官 大家好 我是Bob 我是剛從澳洲 台灣顧家拉回來 去年回來的人 那我先 首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你們其實真的蠻幸運的 可以有機會來參加這個 各部會一起 開 主辦的這個 宣導會 因為當初在 我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前 是沒有對宣導會 可以參加的 那 也因為沒有宣導會參加 那時候持續 也沒有那麼 像你們現在那麼 豐富可以查得到 所以我當初就是 經驗一些 比較不好的經驗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因為澳洲打工度假簽證 其實是打工為主 然後 欸 不好意思 是度假為主 然後打工為主 那我當初去澳洲打工度假就是 主要是為了賺錢 然後我就直接去了 所以定不起錯 然後接下來就錯 我當初是在背包客站上面的網站找工作 然後上面就很簡單就是說 欸 白工 可是什麼是白工 是多少錢 是基本公司 那時候我們都不了解 這樣子 那2013年的時候 9月我就出發去 因為我就覺得找不到一份工作 我就可以出發了 OK 我就去工作 那時候是在維托維亞洲的第二大農場工作 裡面有大概 忘記填到五六百個以上的背包客 港台背包客 或是其他國家背包客都在這邊工作 然後我們是喝生菜 它其實 這間農場真的規模蠻大的 它的規模 這是生菜 是用全景的iPhone手機下去拍 那可是它從頭到尾開不到尾 從頭拍不到尾 就是真的很大 那整個農場規模加起來 大概是全台灣 全部機場加起來 都沒有這個農場那麼大 是不是真的很誇張 那時候我們去農場工作 這是我們農場工作的寫照 這邊就比較沒有多做介紹 因為只是一個工作經驗 地面工作 然後有一天呢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2013年的最低資本公司是 16.37 OK 然後在網路上是說13塊的白工 那我從後來才知道的 有一天呢 我就在農場工作的時候 我發現了 我們工廠 我們農場就上報了 那時候 那是我們農場 上報 說使用非法勞工 我就上報 那時候還覺得 蠻特別的 我們農場竟然會有非法勞工 到底誰 其實因為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知道就是因為有人 就是跟這個澳洲的非法勞工 它是有點類似勞工局 澳洲勞工局去舉報 就是前面離職的員工去舉報 所以他們就過來我們農場 然後來做調查 然後他就來調查我 好這邊我詳細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非法勞工局 它就是勞工局 接下來你們也會聽到說 就是澳洲駐台台 我也有介紹一下 Cellum Ombudsman 那主要他們就是做調查 勞資就不能調查 你跟雇主的勞資就不能調查 主要他們是做調查 OK 這很重要 比如說雇主 給你獻薪大概是100萬 然後你現在跟他討 對不對 那這個調查還會出現 然後就幫你跟雇主協調 那如果雇主他只開價20萬 所以要跟你調查 那你也同意 就結束了 所以就是他們的工作 就是調查 就是希望你們不要 鬧到上法庭 所以這是他們的工作 然後他們也包含了 要去調查你的工作狀況 這是他們的工作 當然也有好的Embudsman 他會提供說 如果這個調查不成 你要到他 他會提供你一些律師的管道 或是甚至有一些 真的很好幫你寫書狀 上這個Fail World Commission 是勞資法庭 但是通常 這不是他們職責 工作的職責 因為他們主要是條件 OK 所以先跟你們講 那時候 這是我拿到的影片 就是這個調解員 直接在弄堂給我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 因為我跟你們那時候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好啦 那個仲介就在旁邊看我 我也知道要怎麼跟他說我的狀況 所以我就跟他說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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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了 這樣子 那其實 其實也是還蠻開心 這一次的就是 阿巴士們有來調查 因為我們就加薪了 13塊 時薪變14塊 OK 其實也不勝 但是當下真的是蠻開心的喔 然後那時候 我也覺得農場沒有什麼異狀 因為我覺得工作就是如此 就是認真 因為我覺得說要賺錢 後來就是我們農場計算 我們的公司的方式 就寫白板 我最高幾乎 爸我的時候 早上6點到 凌晨4點工作 22小時 這是很誇張 然後做完之後 就真的覺得 欸好像有點奇怪喔 人生第一次做那麼長公司 在國外的 OK 然後發現欸不會進了 我就去澳洲 我就去他們的這個教會 因為我想學英文 我不想就是說 工作下班以外 之後還要在家裡看韓劇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我就 我就出去教會 我學英文 然後我就把我的工作 我的狀況 跟腦袋分享 他們就覺得 不可能會發佈在澳大利亞 他們很很很 他們很驚訝 很驚訝 OK 然後他們就介紹我去認識一個 TY打工夫到七年 是台灣組織 還有一個創辦人 他剛好是在澳大利亞 是學社會學博士 他叫Sherry 他那時候是在工會的 工會裡面上班 OK 那他願意來協助北高課 好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 那他就跟我分享一下澳大利亞的有關 就是勞動狀況 一些合法資訊的背景 你如果去澳大陸 打工度假簽證 你必須要每週包吹性子 這是你會有的 OK 還有最低基本工資的保障 好 還有額外薪資所的9.5% 退休金是額外的 如果我們今天工作 這禮拜是1000塊 那這部署要額外給你95塊 讓我們退休金帳戶 是額外的 不會從你的新生與空 然後我們還發現 欸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OK好繼續去看 那澳洲有分三種 勿融型泰 正值 還有part time 正值就是full time 第二個就是part time 第三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太平能源 就是零食工 OK 正值的話 你基本工資最低是17.7 每週最少會給你38小時工作 因為你跟他簽正值 就表示他一定會給你38小時的工作 17.7乘38小時是672 那你當你超過每週 超過40小時開始 都會有算加班費 那你只要假日上班 一樣的加班費 還有有薪天假 有薪天假 就是之前費 OK 再來講part time 他那邊是基本工資17.7 那每週最早 你要簽他看合約 最少是12小時以上才可以簽 那你跟他簽每週公審合約 那這每週公審合約 就是看你要簽 比如說12到15、16都可以 以上 那你如果跟他簽 假設我簽12小時 表示這個雇主 他提供我 最少每週12小時的工作 那當你超過每週公審開始 超過12小時開始 你都會算加班費 我一定就在上班 也有加班費 還有之前費 那我們再來講 就是背包普遍使用到 就是patial 是兼職 兼職人員 判定人員 他的最低基本工資 就是17.7 加上25% 額外的薪資所得 就是22.13 OK 那你就沒有固定時數喔 沒有 什麼加班費 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固定你這個rank 沒有 有薪定價 有薪定價 我現在講的是 全國澳洲 最低的基本工資規範 這是最低的 那每個產業 它其實還有另外更高的 就是依照你的產業 然後去訂你的 基本工資 但這等一下我會再想見 通常 所以80%以上的肥方客 如果你們在座各位要去申請 澳洲打工資價 比較適用是這個rate 這樣子 OK 好 那如果聽完 我就覺得說 那我的工資真的很少耶 14塊 對不對 好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patial rate 應該21塊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沒有去做 找ombustment 然後工具 這一點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自己組工會 我們就找農場 那個北包客 我們就來組 好 然後我們就 可是呢 北包客那時候 他們的意願 就 就是003 看來有些人覺得說 他幹嘛這樣子 就很害怕 然後工會也代表北包客 然後進入這個農場裡面挑進 可是就是 老闆當然就是 不容易妥協 然後就一直僵持不下 後來我們工會 就釋出一個手段 我們就跟澳洲最大的電視台 ABC電視台 而拍了一個forward 叫sliding away 是那時候工費 我們一起拍的 好 這影片 在你們的小手冊 下面有講 ABC電視台 你們去看那個Q&A的部分 好 這影片 爆出來的時候 你們可以去看 但是我比較不建議去看 因為它裡面 這個算是還蠻 比較負面 因為是講一些 背包客 被奴役 被吸引器 被工傷的一些狀況 所以比較不建議你們去看 可能就不想去澳洲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其實 那時候這影片 其實拍出來是有效果的 因為整個澳洲政行 就是說 原來我們被爆發 放在澳洲其實是 被撥卷蠻嚴重的 我們的這個工頭 他是柬埔寨 他就被踢出農場了 我們的黑工就轉白工了 所以這是還蠻開心的 就是因為透過這個forward 我們全部都轉白工 還有退休息 我們直接對故事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歷史勝利 這樣子 然後也因為這個波紋 其實現在過去的案例 也越來越少了 還有很多這個網站 他也是 白工訊息也比較多了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下 就是 就是勞工局 Failwork 你要申請的話 就像之前 剛剛這個 就是我分享人員講的 就是 你要填寫很長的這個 申訴書 然後他的調查員會做 隱私性的調查處理 但是他比較多番是做個案 個案 那他現在也開始有做 這個集體的這個協調 但是他通常就是 會比較偏 就是 大事實話講小事實話語 因為他們是調解機構 OK 那如果調解失敗 他會好一點 他會提供你的律師資源 然後有一些不一定會提供 你就要自己去找法復律師 那律師費你都要自己出 還有保護人的錢 那工會的話 就是說 你就加入工會 那我會比較推薦 背包客私底下 假如因為很怕被發現 會被File這樣子 然後集結所有被剝削的背包客 跟這個會員單 代表的背包客 然後因為法律上 你只要是工會的會員 你就有合法的罷工權 跟合法的集體協商權 就可以跟雇主協 談判協調 用集體協商機制 要求更好的待遇 然後工會也會有專門的 勞基法律師 可以讓你諮詢 他只是講議論 所以這邊的這個 反應電話 131450就很重要 然後還有媒體資源 但是你就必須要講會費了 因為全世界工會 台灣、國會、歐洲 各個國家的工會 你要加入都是要講會費 因為他是費力足資 這樣子 那其實澳洲比較好 就是說你的會費 都是可以折抵稅額的 這樣比如說我澳洲 我今年講這個會費 是600塊奧地 那我報稅頂度的時候 我可以去折抵我這個600塊的稅額 Tax Dination 然後額外就是說 會協助你比如說 職業傷害你賠償 或是追欠星 然後會有一些講中文的 背包會有去協助你 然後提供一些比如說 我們知道哪些農場 或是一些工作場所 它是合法的 然後地址給你去試試看 因為我們不是中介 我們只能提供地址讓你去試 這樣子 然後這邊講是不是 就是將會不會 提供說浪洲 他其實每個產業都有 他的工會 去把他訂定最低級的工資 那雖然說我們說 672是現在最低級的工資 那我們現在教大家怎麼查 你們上這個 Paywork Abbotsman的 勞工具網站 進去這個Award裡面 Award 他還有List of Awards 然後再來進去之後 找到這個肌肉廠 我們舉例 一個肌肉廠的Award 那他就會寫 因為你看基本工資 Live1最低的是17.87 所以說你在澳洲做肌肉廠 你不是適用17.7 你是適用17.87 這是最低基本工資 那每個產業都不一樣 因為澳洲其實他們的 就是 勞動動態蠻特別的 所以就是各個產業 會有不同的基本工資 你們可以了解 OK 所以這邊一樣 他就會寫 如果我是肌肉廠 比如說你假日 星期六 是多少錢 然後前三個月 基本工資後三個月 這邊都有詳細的介紹 這個你們都有興趣再去查 這邊就是 我們有一個Case 就是說 我們的公會律師 協助我們港台北包客 去爭取了1萬塊的奧幣欠行 這樣子 OK 然後這是我那時候 因為我公會勝利 然後我就覺得公會蠻有趣的 我弟是不接觸 我在台北公會 所以我就投入了 我就去公會裡面上課 然後上課 我就上了這個Failwork Commission 它是比勞工局再更上一層的機構 就是上課會說 你只要是公會人員 你都可以去考照 就是Entreperment 你可以進入工廠裡面的休息室 我是第一級證照 我就就到休息室的層級 可以跟員工聊天 然後可以跟他們分享公會是什麼 然後聊天他們的工資狀況 是勞動狀況這樣子 這是有復服的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證 我那時候去到博斯 博斯是西澳 澳洲的一個地方 然後發現那邊其實 有背包客跟我講說 也有一間肌肉場 他們裡面的員工 只有你四五塊現金 那代表他們是可以飛忙 那我那時候有證照 我就代表 就是公會 我就進去裡面 我就跟這五十名員工 就是背包客港台 我就一直跟他們講 公會是什麼 然後其實我真的花了蠻多時間 這是我在家裡的時候 所以我都打電話跟他們講說 欸 各位是什麼 你們要站出來團結 才有可能會勝利 這樣子 然後後來其實真的還蠻好 就是說 他們全部背包客都加入了 這是很神奇的 然後我們就是跟這個僱主 就是用集體協商 那僱主就在那邊太怕到 因為我們就說 如果你不妥協 我們就像舉發Comingo一樣去抱你 然後僱主就 他就怕 然後說 我們全部的背包客 他們都轉白工 22.34 然後再加上 他們決定不怕退休機 其實他蠻開心的 還有就是說 我們戶主也同意 依序償還前面五十名員工 之前他們被欠的薪水 因為他們有頂次五塊 所以他們也被欠薪 然後我們就一直 我們 他就同意 就是說要依序償還這些背包客的欠薪 現在已經償還到第十一個人 他就是 就是用分期付款方式依序償還這樣子 雖然還蠻開心的一個case 但是主要是因為有團結 有團結才有可能勝利 OK 然後這邊是我們工會 然後我們也跟勞工局也有合作 辦合作 辦合作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case會轉給他 如果你們被包客 你們朋友 有些人在澳洲已經被剝削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薪資 是合不合法 你可以丟進去這個網站 OK 然後去劈一看你的幾個工資 合不合理 OK 那如果不合理 我們有一些資源可以協助你 就是拿回你的欠薪這樣子 OK 然後這是Facebook Facebook就是我們有放公會一些聖名的case 那你們如果想要了解 可以進去參考這樣子 還更了解公會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是為什麼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除了外交部的海外機構 可以協助你們海外打工 然後甚至是國外的Facebook勞工局 甚至每天主工會去捍衛你們自己的勞工權利 就希望你們在澳洲不要像我們一樣 就是一開始被剝削 OK 好那這些分享就到這邊 好謝謝 好那謝謝 好那以上三位新的朋友 他們都會陪我們留到活動的最後 所以就待會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直接來向他們做個請教 那待會第二階段的活動回來之後 我們邀請我們三位的駐華代表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們 國家目前推動 我們就拿工的一些資訊跟情況 那你就讓大家進場的時候 看到場外有一些 我們相關的一些攤會 都有今天都有來攝攤 那待會我們這裡時間的話 大家都可以到外面做個交流 以及我們今天有準備了小點 給大家可以來做個享用 那我們就先休息20分鐘 20分鐘之後 再回到我們活動現場 謝謝 好那我願意大家再度回到我們活動的現場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邀請我們各國的一個 中華代表上台跟你們分享一下各國 他們對於國家打工推測的一些情況 以及資訊 那首先還要歡迎你的 是新華地貿貿易辦事處的 伊東莎副代表 請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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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numerical 入院 也可以 謝謝 我的国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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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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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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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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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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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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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